今天一早看新聞 看了一些有趣的事情 就是安心事件 講回安心事件 安心事件跟我之前的推測差不多 他們早前有些試水的先兆 我們先來看看 安仔已經放了上面 安仔最近先講安仔那邊 最近已經和Semi和好如初 被人拍到 我在這裏沒有照片 我也想看看照片 話說他和Semi去跑步 和梁可不幸 他那些BIG4組合 一起跑步 偶爾也有說有笑 他們也有簡單的身體接觸 和安仔已經正常化了 把他們的關係 Semi的確原諒了安仔 坦白說兩個月都夠了 不是什麼大件事 安仔最多是和黃心穎那些逢祥作慶 很明顯是 是否完全不能原諒呢 如果對比送中條例 這個林鄭月娥 這個大罪人 和許智安比 那真是 許智安是值得原諒的 是吧 他肯悔改 那就是小事 所以其實 和Semi這麼多年來 做明星的氣量 之前也說 其實他只是想懲罰這個小三 他和安仔的關係 仍然是很深厚的 只需要把安仔變成正常人 讓他搞清楚誰是莊癇的話 其實理論上也沒什麼問題 他們的關係仍然可以繼續 當然安仔也繼續做一個Beta Beta 即下把位 仍然是 承認自己也是壞了的人 現在仍然在維修 即是 他都支持自己 弱勢 能夠挽回一點點 能夠浮上水面的機會 即是 繼續做下把位 既然觀眾受落 原來大家都喜歡他做下把 那就繼續做 不要說突然之間做上把位 Semi做開了上把位 這個女豬男卑已經定了型 安仔不要越拳的話 理論上 最重要的是 我都會預言 因為安仔也有說過 他說不知道 不知道會不會出現在Semi的演唱會 我預言是會的 而且 如果 頭兩場 可能他不是第一場出現 可能頭兩場 發現 有些人拍到他在場裡支持Semi 反應不差的話 可能後面那兩場 真的會踩上場唱歌 如果讓我 用一個PR的頭腦來想 因為你頭幾場試水 你發現反應不差 觀眾受落 當然是 在尾那場 他就曲癢 令到 收視大增 或者曝光大增 放在尾那幾場 然後安仔突然出來唱兩首 然後下去 哇 這樣也不錯 或者不需要他上台 或者在台下唱兩句 都可以 很流行 給他麥克風 然後又唱兩句 是不是 到時候 新聞都埋行 到時候又是C1頭條 又做魚頭 這個如果懂得做的話 就會這麼玩 反正Semi都要做個宣傳演唱會 而且Semi的心情都沒有什麼事 又去收甲 又開心 一切都是小事 過眼雲煙 最重要 黃心榮大家都很關心 我做了這麼多集 這些安心事件的特輯 發覺原來也有不少 為數不少的黃心榮粉絲 今天聽到這個消息 大家都很開心 就是黃心榮 啊 TVB想著 他似乎想解封黃心榮 放一些舊有的節目 在市水 在安樂窩 他有一集訪問黃心榮 問他對安樂窩的看法 或者理想家居的看法 當然啦 理想家居 對於黃心榮來說 都是敏感話題 話說他也帶許智翁上去 這樣也是一個挺刺激的 刺激到觀眾神經的一個話題 和一個節目 當然TVB也很聰明 就不會放在黃金時間 就放在12點鐘 這些晚上時段 這張是圖中的節圖 就是TVB的節目 當時已經發生了安心事件 已經和許智翁有一手了 不出奇 當然啦 我沒有數據 不知道TVB當日的收視是怎樣 如果他發覺沒什麼事 反應也沒什麼 黃心榮的而此可以召回 或者是那幾套電視劇 例如《丫鬟大作戰》 《牛下女高音》 《愛堅尼地》 這三套是可以解封的 因為這三套其實是沒有重拍的 據說是重拍不到的 即是有問題的 但是《法政4》真的重拍了 因為要賣上大陸 即是比較敏感 所以理論上 我想過了兩個月後 可能會推出其中一套劇 我相信才會推出《牛下女高音》 其他這些是比較高風險的 因為《牛下女高音》 之前也有些宣傳 雖然是借了黃心榮一些負面的地方去做宣傳 但是也是宣傳了 所以現在TVB也很聰明 就是利用這些娛樂消息去幫自己的劇集宣傳 反正也是 不要管它正面還是負面 我播到出街上有收視 那為什麼不播呢 他現在正在嘗試 一試有沒有收視 二看輿論是否可以 如果不可以 大概有收視 我相信也會照樣播 因為TVB也是一個很討人的台 始終都是 正如我之前有幾集說 馬明 馬明為什麼這麼高調 開始說回黃心榮這件事 是有原因的 其實應該是TVB解封了他 TVB 前兩集說說安心試水那集 大家可以看看 是很奇怪的 你會覺得 為什麼馬明一直都說 不要提 突然之間 記者一定會問他 黃心榮這件事 突然之間他開始說回 而且說大家是朋友關係 不排除將來會合作 簡單來說 就是叫馬明 一早宣傳 你照說黃心榮這件事 試一試水 你用中性的角度 可能做朋友 或者有機會合作 等等的字句 看看觀眾的反應 如果沒有什麼事 或者輿論不太大 沒有人想說 僅有負面消息 僅有些人 聽到很刺激 覺得不應該給黃心榮出來 等等 如果不是多 都照放黃心榮出來 如果我去推測 因為現在 就算說安心事件 都不是那麼多 都不是那麼多 沒有當初 是說五六萬人 一起攻進來看 我隨便開個節目 是說安心事件 已經五六萬人 都進來看 現在跌剩多少 兩三千 所以理論上 效果效應 是弱了很多 我相信觀眾 也不會太憎恨黃心榮 好了 那往後 他會不會在娛樂圈消失呢 要重新更正 之前 施浩說 這傢伙永久消失了 那就不用了 現在可能要更正 可能未必 可能 過多一兩個月後 他會彈出來 原因很簡單 消化了 消息 都不是那麼真要人 但可能會重新定位 在黃心榮 他往後的演藝路線 究竟是否會被他擔正 還是會被一些狐狸精的角色 給他做 這個可能會重新去定位 這個挺肯定的 因為他不太適宜 做一些純純套的角色 一些很正義的角色 他不太適合 這個肯定的 但是奸角那些可能會找他做 可能到時候 可能紅得起 不奇怪 因為理論上 那個對譯就是 TVB也看到Semi 看到Semi的消息 他看著Semi Semi沒事 又出過場 TVB沒理由撿雞 他們那邊有馬鳴和黃心榮 兩位猛將 先推定馬鳴 馬鳴現在順風順水 白色強人收視高開 偶爾提醒黃心榮 又會有斬鑊 又會見報紙 馬鳴那邊搞定了 現在還剩下黃心榮 能否解封 這個大難題 現在很明顯是屎水 不是不小心 那個節目是 特地播出來給大家看的 有跡可沉 不是馬鳴這麼高調 說回這件事 亦配合為何許智安 出來 其實是一個連帶關係 總之是許智安出來 TVB都覺得 咦 Semi搞定了 原諒了他 連當時人 受害者那個 都覺得沒事了 為什麼黃心榮 又要封印他呢 不過都要看看觀眾的反應 因為我自己 講一講 都變成了安心專家 我自己都覺得 小情大戒 嚇嚇他 是需要的 但 你要嚇死他 是否要 是否要 弄死黃心榮 還沒有那個階段 我相信 各位觀眾 都可能有機會 網開一面 真是被黃心榮出回來 我相信大家 這件事 說真的 最生氣的應該是Semi 在香港發生這麼多風風雨雨的情況下 大家對她的仇恨應該沒有林鄭月娥那麼深 差很遠 所以理論上,許智安和黃森永總結一句都要感謝林鄭月娥這位特首 有對比之下發現他們原來真的是一件小事 今天就更新到這裡 看看往後的發展是怎樣 如果我最後一個推測 可能兩個月後他們不奇怪 真的會同台演出 合唱一首歌,再逮捕一下收視 而許智安那邊也會去SAMMY演唱會唱歌 這是我個人的假設和動見 今天說了這麼多 如果愛情有很多問題 阻力的E-mail給我 想玩Day Game Night Game也可以 還有飯局Plan 多謝收聽